为改善新庄明安路299项一带的淹水问题 当地里长表示将会向有关单位争取测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建设 来降低红市发生的机会 明安路299项72号这边的测排水岸管 目前仅能借重力流出 如果潭底沟河水高涨的时候 水流将无法顺利排出 但是考量原规划抽水分区还有抽水站维护不容易 民权里里长张文鑫向相关单位争取将排水岸管还有抽水井串联 在以机械市抽水排出降低红市的机会 我们公所现在有来七横了 来七横两个所在 就是我们明安路299项72号 那有七横差不多10公斤 他就是怕我们这里是不是种一些什么水公 来先把它排除 有适合来种这个水公 他预计就是我们年底会来完成 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甘母科 真的用心为民服务 稍微吉利地整出到为我们八岁来整出福利 另外考量明安路既有测沟老旧及断面大小不一 常有淹水与积水的情形 里长建议将测沟整界 应该可以改善明安路淹水还有积水的现象 就是我们要改善明安路淹水的情形 我们现在又要求到我们公所 甘母局甘母科 来做这差不多200公斤 以直径差不多1公斤的港 要来整个土壳 来帮助我们明安路299项72号 相关单位会刊之后 将在明安路征设2.5以及2.0公尺 单孔的湘寒 流引至新输入已完成的下水道 便可降低这个地区红市的几率 永家乐新闻 新庄采访报道 进去 进去 好 选择